签了吧 小兰 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 你读大学该花的钱 我一分不少你 这个恶心的老男人 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充满胶原蛋白的脸 他的眼神如果能吃人 我已经成了他肚子里早已嚼得粉碎的食物残渣 贪婪 贪欲 长相丑陋 脑满肠肥 是我对这个老男人最贴切的形容词 就凭这样一个人 也敢妄想让我帮他生孩子 真是做他的春秋大梦 小兰 你要认清事实 没人在背后帮助你 你根本上不了大学 985又怎么样 你没钱读 这么多年的辛苦不是白费了 何况我也没让你跟我一辈子 只要你读完大学 替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之后你要想走 我绝不拦你 我马大富说到做到 要是我反悔 我他妈不是人 马大富说话的时候 还不忘用眼神吃我豆腐 他凑得我很近 我闻到他嘴里散发出烂牙齿的气味 还有腌酸菜特有的臭腐味 我恶心的隔夜饭都想吐出来 但是我不能得罪这个老男人 他好心地替我家办完了我父亲的丧事 他是我们家的恩人 如果不是这样 我一脚就把他踹到门外 马大富这种农村爆发户 是拙开专场发了财 带豪宅买进口车 一天活的人五人六的 巴不得全村的人都舔他鞋底 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看 我也没寄予过他那些臭钱 我父亲还没有被确诊癌症之前 我们家也是小康之家 虽然没多少钱 但也从来没为钱筹过 我领略贫穷这个词的真正分量 是从我父亲病了半年 把家里的钱花得一文不胜后 连丧事都办不起的那一天起 我就懂了没钱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 可怜的父亲被一张烂席子卷着躺在地上 被父亲交纵了大半罪子的母亲 无力的趴在床上哭泣 家里一件稍微值一点点钱的家具都没有 邻居递给我一百块薄金 这样的纸币我收了十几张 但是远远不够买一副棺木 我们村里的规矩 人死了是不能烧的 只能土葬 否则不能生非 来世投胎只能做猪做狗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亲生父亲来世变成一只畜生 幸好马大父伸出援手 一句话不说就将我父亲体面安葬了 父亲入土为安的那瞬间 我泪如雨下 对马大父感激不尽 我母亲牵着马大父的手不停地道谢 就插玫瑰在地上了 我对马大父很感恩 认为他是个好人 起料父亲这头刚入土 那头马大父就露出了他的花花肠子 入夜 他摸黑来我家 将一份协议书递给我 让我签了 他说读大学很费钱的 何况是去在上海那种大城市 你没个十万八万 别想着念完大学 他可以资助我读完大学 只要我毕业后为他生一个大胖儿子 我心里也是没底的 但当时我涉事未深 不知道这个社会没了钱有多现实 我说我可以半工半读 不需要你帮马大父养天大笑 笑我的幼稚 他说丫头 你没去过大城市 你马大哥就去过 你知道什么叫没钱寸步难行吗 你以为是在我们村 没钱了可以去地里把点青菜 也能兑付一天 你想的太容易了 从火车站到你读大学的地方 你知道坐车要多少钱吗 一百多块 一份快餐最低二三十块 一瓶水也要两三块 你从哪里要来钱 你就算不吃不睡 下了课拼命打工到第二天早上 你也赚不了多少钱 再说你花这么多时间去打工 哪来的时间念书 马大父说的是真话 也是一击击中我心的狠话 我当时真的有点害怕了 在父亲的庇护下活到今天 我一天苦都没吃过 我能像我计划的那样 白天上课 晚上打工 读完四年大学吗 我吃得了那样非人的苦吗 马大父这个人精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 知道我在动摇了 他将一叠厚厚的百元人民币 推到我面前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人民币上的红色 像是一把沾着血的刀 像我闪烁着他要眼而冷酷的本质 这是五万块 只要你签了 他们都是你的 你可以买好看的衣服和鞋子 换个名牌行李箱 体体面面的走进大学 但是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 你要回到村里来 和我培养培养感情 要不然以后咱俩怎么睡在一块生孩子 听说两公婆有感情 生下来的孩子智商会更高 马大父一边说 一只手用力按捏了我的肩膀一下 他马上有了快感 脸色变成猪肝色 像是被雷电击中一样 本来已经有点动摇的我 被他这么一拿捏 马上就清醒了 我清楚的知道 我无法和这种低劣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任由他抚遍我的身体 他连碰我的皮肤一下 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我怎么能忍受他的亲吻 那张长着满口烂牙的嘴 光是幻想一下就没有了胃口 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慢慢将协议和钱推到他面前 对不起 马大哥 我不能接受你的帮助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马大父很生气 他瞪起一双圆鼓鼓的金鱼眼 威胁我说 你别不识好歹 我现在给你面子 将来你去了上海再回来求我 到时你可是要跪在地上任我随便开架的 我气得不行 我说你放心 就算我在上海讨饭 我也不会回来求你 好好好 你有骨气 你长翅膀了 你飞啊 我就看你能飞多远 马大父冷笑两声 将钱和鞋翼卷在叶下拂袖而去 他没再纠缠我 我松了一口气 我多怕他趁着叶黑风高 将我灭了 我母亲刻意腾出两个人的空间 如果马大父对我应来 我母亲估计不会出来救我 到时我喊破喉咙 也保不住我的清白之身 霸王硬上弓 是马大父一向爱用的招数 我就听我母亲说过 在村围有个寡妇 刚死了丈夫没多久 因为看着年轻清秀 当晚马大父就抄起一点人民币 去了寡妇家 没想到寡妇还有点气节 把他和人民币扫到了屋外 马大父渐软的不行 就硬来 一脚踹开大门 将寡妇八个清光拎到了床上 周围人只听到一阵又一阵的哭叫声 没半个小时 就看见马大父一边走一边绑皮带 后面是寡妇一声又一声的咒骂声 全村人都知道他干了啥事 可全村人都不敢吭声 谁家没吃过他家免费的酒席 受过他的恩惠 没有人会不是好歹去干涉他的好事 只要他不是强人妻子 大家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马大父在村里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他能这样轻易放过我 我也感到很意外 可能是酒泉之下的父亲保佑我的吧 可是解决了马大父 也解决不了我的学费啊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我以为山穷水尽的时候 村里一个好心人给了我一千块钱路费 他叫赖家乐 在马大父的专场打工 他比我大几岁 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 他在念初中 有一次他们初中去秋游回来 剩了很多零食 他还送了我好几包 他将钱递给我的时候 我不敢接 我怕他和马大父一样 对我有要求 赖家乐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 他将钱塞进我手里 说放心吧小兰 我不是马大父 我一直都看不惯他做的那些事 趁人之危不是君子所为 你拿着吧 以后毕业了赚到钱再还我 到时我要算利息的 我的眼泪花得流了下来 一无所有的时候 别人对我的一点点帮助 我都感激不尽 只有在这种时候 才能看到人心 我有点后悔 平时在路上碰上他和我打招呼时 我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我说 佳乐哥 我平时没啥礼貌 你不要怪我 赖家乐呵呵一笑 手往裤子上抹了抹 说 那有什么 你将来是做高级办公楼的高级人 应该得有点架子 我不好意思地握了握赖家乐的手 我说以后赚了钱 我一定会加倍还你 真的 我发誓 抱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我到了上海 来到大城市 才发现马大富所言不假 大城市里寸土寸金 坐个地铁 在短的路程也要好几块 花起钱来如流水 虽然办了助学贷款 但根本不够花 我只能晚上去打工赚钱 我在学校附近的校业摊找了一份小施工 老板和老板娘都是本地人 没做几天 有一碗老板娘没出摊 老板趁着没人 做了一碗夹肉的馄饨给我吃 我端碗的时候 他趁机捏住我的手 喘着粗气说 小妹子 你好嫩水 我看着你都没心思煮宵夜了 我给你钱 你让我摸摸屎的不 摸一摸给你一百多 我差点抱粗 老板的年纪比我父亲还老 人老心不老 居然色心不死 想搞我 没门 我扒一下打掉他的手 没等他缩回去 老板娘忽然神奇空降 他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 这下还不让我抓个现行 接着一记耳光 啪地打到我脸上 火辣辣地痛 我捂着脸 委屈地一边哭 一边说 老板娘 你干嘛打我 是老板要摸我 我不给他摸 一个担子两头热 你要没勾引他的心 他会摸你 你这种乡下妹 一天到晚想着要留在咱们上海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算盘 老板娘不分青红皂白 就冲着我一串上海脏话 我又气又羞 一冲动 把桌上的馄饨都扫到地上 跺脚丢下一句毒话 打工费不要了 送给你们买药吃 捂着脸跑了 回到宿舍 我哭了很久 被歧视虽然委屈 但我更心疼的是我那加起来三百多块的打工费 这种小工不敢再找了 我休息了两个星期 口袋里马上捉襟见肘 有一碗 吃了两块面包和一碗白开水 肚子饿得不行 我只能坐起来准备再喝一碗水 翩翩肚子 一个又肥又胖的面包递进蚊帐里 我口水都快流了出来 我掀开蚊帐 看见我的同班同学赵燕燕 她把手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不出声的手势 我默默地在蚊帐里吃完面包 过了一会 赵燕燕钻进了蚊帐 在我身边躺下 她敲声在我耳边说 我知道你想找工作 你要不要来我现在工作的地方看看 收入不错的 我心里猛跳了几下 平时我没时间八卦 但我也隐约听到些与赵燕燕的留言 听说她晚上在一间酒吧里打零工 那间酒吧不是正经的酒吧 实际上是一间夜总会 她在里面坐台做包厢公主 是又卖笑又卖身的那种特别让人不齿的工作 我欲结冰青的 当然不屑于做那种工作 但以我目前的状况 如果我继续清高 接下来我会很惨 别的不说 吃不饱饭就是最可怕的 我最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吃大餐 我估计就是饿得慌了 见我不做声 赵燕燕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压低音量说我刚开始也像你一样很抵触的 不过我做了之后发现也没我想象的这么可怕 反正如果不想做就走 也没人强迫你 又不是签了合同要卖身 我想想也有道理 打工而已 如果我不愿意 谁也不能强迫我 难道客人在包厢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会把我衣服不成 突破了心理关口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我很快就跟着赵燕燕 成了那间所谓酒吧的服务员 但来往的客人都叫我公主 包厢公主 我不仅要陪酒 陪唱 陪笑 还要陪着客人发酒店 客人走之后 收拾她弄脏的包厢 有时候还要收拾她和别的包厢公主 激战后留下的废物 我当然不会和客人激战 我的处女之身 我想留给我爱的那个男人 所以我身边经常会围着许多寄予我的男人 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来酒吧 一来了就抢着点我的钟 让我陪酒 他们中间不乏许多有钱又有品味的年轻男人 风流倜傥 举止不凡 前途似紧 红旗女人来不计本钱 大把大把的法国玫瑰花 一定就是好几打 每晚都往酒吧里送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知道我是处女 赵燕燕对我说 这帮熟客私下在打赌 赌哪个人能获得我的第一碗处女之夜 是因为处女身上有一种比非处女特别的气味 还是处女的身材和非处女的不一样 我问赵燕燕 她笑着说 她又不是男人 怎么知道男人心里的想法 但是有一样她是懂的 无论多有权利的男人 她最看重的 是她想得到的那个女人的第一次是不是给她 男人把女人的第一次看得这么重 怪不得赵燕燕说她的初夜给了一个熟客 那个熟客打了十万块钱到她卡上 十万块买一个春宵 果然是豪气横天 但多少钱 我都不想卖 我可以容忍合罪的客人摸我 亲我 舔我的脚 但我绝不允许他们松开我的裙子 那是我的底线 因为我不出卖身体 所以我的收入在所有包厢公主里面是最低的 我不介意 也不眼红 别人一个月能拿几万块 我只要赚到能供我读完四年大学的钱 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晚 我刚上班 领班就对我说 我有个朋友点了我的钟 让我快点到二号包厢 朋友 这个词我觉得很陌生 我在上海没有朋友 我这种穷的只剩下面子的人 哪里配有朋友 当我推开包厢的门 我瞬间就泪崩了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我第一次见到家乡的人 赖加勒 那个在我走投无路时住了我一把的人 他竟然出现在了上海 赖加勒说 他也觉得很神奇 上海这么大个城市 他居然能在一个小酒吧里看见我 他和朋友刚走进酒吧 就看见挂在酒吧值日颁表里的照片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 他说他当时激动坏了 他来上海这么久 真的没遇到过一个老乡 他也没想到我会来这种地方打工 我说没办法 上海这地方走一步都要钱 他点点头 理解的说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 你来过这种地方工作 我嘴很严的 我当然相信他 他无私的帮助过我 他一定是个好人 当晚我就加了他的微信 将欠他的一千块钱还给了他 还帮他卖了当晚消费的单 他千恩万谢 说他在上海第一次这么奢侈来这种地方玩 本来还担心钱不够卖单的 我问他来上海做什么 他说帮马大富来谈一宗大生意 这边有人想和他合作开专场 我很为他开心 虽然我讨厌马大富 但马大富是个能人 他能被马大富为以重任 证明他有能力 分手的时候 我还将我如今租住的地方告诉了赖家乐 还约好有空在微信上聊聊天 在一乡能遇到一个老家的人 真的太难得了 我已经不在学校宿舍住了 在学校住宿舍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去 被校舰抓住要寄过的 我和赵怨怨还有另外一个一起在酒吧打工的女孩子 租了学校附近一套三房一厅的公寓 方便我们晚上打工 时间一晃而过 我们到了第四年除了写论文 开始可以自己出去找接收单位 我们班许多同学发了不少简历 都找不到理想的单位 我却很幸运 只寄出一份简历 就收到了回复 那个公司 是上海一间资历很深的公司 因为那间公司从事的业务与我的专业有关 我搜索过 知道它实力雄厚 所以我第一份简历就投给了它 没想到我这么幸运 第一次递简历就有回应 我精心打扮了一番 做了包厢公主之后 我学会了如何打扮 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清纯可爱 面试那天 我扎了个丸子头 穿了件海军领子的淡蓝色裙子 刚到膝盖的裙摆 走起路来 轻盈方便 当我弯腰鞠躬的时候 又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 我白折脖子下面粉嫩的傲人肌肤 坐在中间的面试官 毫不掩饰它对我外貌的欣赏 我觉得它根本没心思听我陈述 它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我的脸上和身材上 我倒是不介意它对我感兴趣 起码只会让我获得更大的录取机会 后来入职公司后 我才知道它是我的直属上司 一个叫欧阳峰的喝过流洋墨水 家境超好的男人 他和吸毒 欧阳峰同名 却远远比欧阳峰帅气 英勾鼻 凤眼 身材高瘦 戴金丝眼镜 说起话来慢条丝理 做起事来却又快又狠 我得知自己被分在他那一组时 心里挺高兴的 有一个帅气又对我感兴趣的男人做我的上司 我做起事来肯定得心应手 升职也会升得快一点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刚好是我噩梦的开始 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欧阳峰除了工作时是个狂人 不工作的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因为他总是会利用任何与我单独相处的机会 电我 给我送许多含着色情的信息 比如在桌子下面用腿去碰我的腿 地文件给我的时候 摸我的手 甚至我们一大帮人在会议室里开会 休息的期间他也会发图片信息给我 都是那些一个男人亲一个女人 或者一个男人压住一个女人的动态图片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在开玩笑 上司开点带颜色的玩笑无伤大雅 毕竟我看起来又青春貌美 又毕业于985 可谓是知识颜值都在线 男上司肯定都喜欢我 想和我开开玩笑 但天天这样 我开始烦了 不仅烦 还有点害怕 因为我发现欧阳峰看起来年轻有为 却在三年前就结了婚 有了一个美国妻子 还生下一个漂亮的混血儿 与有夫之夫纠缠 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从来没想过做谁的情人 我自信有能力打拼出一片天地 找到一个与我共携白手的丈夫 我慢慢地 从什么都顺着欧阳峰 到给他脸色看 甚至当着大伙的面 拒绝他请吃饭的邀请 我以为欧阳峰会爱着公司人多 会收敛 没想到他根本不在乎 还越来越过分 有一次我和欧阳峰 还有另外两个同事 一起去杭州出差 办完公事 那两个同事说想看朋友 一起先走了 我本来也想走 但欧阳峰说 有点文件需要我处理 把我留了下来 那一晚他公然地骚扰我 在我专心打字的时候 他从背后伸出手紧紧地搂住我 我闻到他身上的高级香水味 我有些怦然心动 但一想到他是个有腹之腹 我又冷静了下来 我想掰开他的手 却没有他力气大 我只能缩着脖子 不让他的手往下一动 我说欧阳总 您可能有所误会 我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女孩子 我虽然穷 但我不会出卖自己 做别人的情人 傻瓜 两个人相爱 说什么卖不卖的 多上感情 只要我们彼此真心相爱 就不算背叛 爱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什么狗屁论调 拿这个来忽悠我 自然没门 怎么说我也是985出来的 我也不是恋爱脑 不会被他几句话 就哄得不分日夜 我刚想反驳 忽然 一条漂亮的钻石项链 挂在了我胸前 这是我早就想送你的礼物 这世上只有你才配得上这么完美的珠宝 欧阳峰温柔的姜头埋在我的头发中间说 我的心又跳了几下 项链沉甸甸的压着我脖子 让我有点呼吸困难 这一刻我在想 如果欧阳峰不是有父之父 该多好 我肯定会幸福地接受这份不菲的礼物 可惜天不从人愿 我剥下项链 交还到欧阳峰手里 我说欧阳总 我无以为报 因此我不能接受你这份厚礼 我快快关掉电脑回到我的房间 我这样坚决地拒绝欧阳峰 我也担心过他会对我公报私仇 在工作上为难我 幸好他并没有 工作上他一如既往地和我搭档 但只要没人 他就会做出一些和我身体有触碰的动作 我忍着不发作 只要他没有进一步过分的行动 我不打算和他翻脸 毕竟找一份有前途的好工作不容易 中国情人节很快就到了 因为我没有男朋友 硕大一个办公室 自然只能留下我一个人加班 那一晚 也是我失去了真操的一晚 我没想到欧阳峰为了得到我 如此的处心积虑 他甚至在会议室里 布置好了一千朵红玫瑰围城的新型图案 然后打电话让我进会议室找东西 我一进去发现一屋子的玫瑰箱 我知道不妥 刚想退出 门后面躲着的欧阳峰忽然扑出来 将我压在地下 我身下全是碎的玫瑰花瓣 确实很浪漫 但浪漫过后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死死地按着我裙子的拉链 因为他一拉开 我的清白就没有了 欧阳峰最终还是得手了 我斗不过他一句话 你要想在这个公司有所作为 你就听我的话 只要你成为我的女人 你就要什么有什么 相反 你就什么都没有 疼痛喜来的那瞬间 我哭了 为我苦守多年的针操 当年在村里 我就算走投无路 也没有将自己卖给马大富 我寒窗四年苦读 从名牌大学毕业出来 辗转之间 最终却成为了上司的情人 我何苦 欧阳峰以为他弄疼了我 于是他不停地亲我 还体贴地对我说 第一次是很疼的 但第二次你就会享受到 至高境界的快乐 快乐我没享受到 但我越来越能感觉到办公室里的人对我的态度 他们似乎也看破了我与欧阳峰之间的关系 对我没有了以前那种随和 还很戒备我 经常几个人躲在茶水间低声说话 见我进来了 马上站起来散开了 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 我也瞧不起自己 欧阳峰在出色 他也是别人的男人 我做他背后没名没分的女人 抢别人的老公 我就不是个好女人 可是我为了保住工作 不得不牺牲自己 谁叫上司看上了我 幸好他的老婆在美国 很少回上海 不然我迟早要被他扯着头发 拉到公司楼下邮件市中 我和欧阳峰在一起后 他果然没有食言 我进了公司半年 就获得了一个出国学习的好机会 我知道是欧阳峰替我争取的 不多不少 我都很感激他 有时候我们出去开房 我也会刻意讨好他 在床上表现得比平时卖力 欧阳峰每次都感动的搂着我不停的叫我宝贝 他说宝贝 没有了你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最先放弃我的 也是这个信誓旦旦说少了我活不下去的男人 在我出国前夕 欧阳峰的办公室收到了一份快递 他在办公室里待了很久 然后探出一个头 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他将一叠相片丢到我面前 脸色很难看 我一直以为是你是个纯洁清白的大学生 没想到你人尽可夫 我看了一眼 那些照片全是我在做包厢公主时和客人应酬的相片 有被人亲的 有被人当场轻薄的 也有一些过火的动作 但我当时真的是身不由己 我也没有出卖过自己的身体 你的处女魔也是假的吧 你在哪里做的 多少钱 骗我下了这么多血本 你要怎么吐出来还我 以为自己上当了的欧阳峰 变得特别小气 气氛难当 拍桌子暴跳如雷 完全没有了我当初认识他时的那种斯文尔雅 此时此刻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 因为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第一次 我不能像那些明星一样 找个机构来鉴定那张魔的真假 唯一的出路 就是卷包袱走人 那晚我回到出租屋 哭的几乎断气 那也是我到了上海之后最伤心的一晚 可惜赵燕燕回了老家 我没有了倾诉的对象 我把微信上的人翻了一遍 我看到了赖家乐的头像 我点开了聊天对话框 没想到这个时辰 赖家乐居然还在线 我流着泪告诉了他一切 包括我的委屈和我的不幸 赖家乐安慰了我一番 约好第二天请我去吃好吃的 顺便散散心 我本来是没什么心情吃喝的 但想着一个人闷在房里 更加不开心 就勉强跟着赖家乐出门了 赖家乐借了朋友的车来接我 我一直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想心事 根本无心看窗外的风景 等到车停之后 我才看见赖家乐居然把我带到了 我当年做包厢公主的酒吧门口 这是我人生耻辱的开端 我最讨厌的也是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我有点生气的问赖家乐 赖家乐说这你就不懂了 从什么地方跌倒 就从什么地方站起来 你要面对你的死穴 将来才有勇气面对困难 对不对 我没心思听他胡变 心不在焉的跟在他后面 进了一个包厢 赖家乐叫了两瓶啤酒 我端起酒杯只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平时我酒量不错的 但我实在没心情喝酒 奇怪的是这两口酒把我放到了 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就觉得头晕脑胀 好想睡觉 我迷迷糊糊的 觉得身上特别沉 还有重疼感 等我清醒后 睁开眼睛 我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 躺在地上 沙发上坐着另外一个 不穿衣服的男人 我定睛一看 惊悚的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是在我的噩梦里 出现过的马大富 马大富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得到我了 我哭着穿好衣服 一声不响地坐在沙发的另一端 这一刻如果有一把刀 我会将他狠狠地捅进马大富肥瘦的肚子里 他竟然不嫌丑 光着身子 喝了一杯啤酒 才慢吞吞地穿好衣服 你瞧你何苦 死也不从我 如今不也是成了我的人 马大富一脸的幸灾乐祸 这个肤浅又恶心的男人 他刚才睡了我 一定不带套 因为他做梦都想着让我替他生一个胖儿子 想到他的体液就留在我身体的最深处 我一阵恶心 胃里的东西忽然涌到了咽喉 我一个箭步跑到卫生间 稀里哗啦地吐了起来 我出来的时候 看见赖家乐正接过马大富的一叠人民币 很厚 就像当年他让我牵卖身气时给我的一样 我愤怒不已 我在家乡唯一信任的朋友 在我走投无路时 助了我一臂之力的朋友 竟然在我人生最低潮 彻底的出卖了我 马大富见我走出来 咧嘴向我笑笑 说 你还不明白吗 这臭小子当年哪里有一千块钱给你 当年你收他的那一千块 是我让他给你的 不这样的话 你能信任他吗 我说过的 放长线钓大鱼 你这条鱼无论走得多远 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悲伤地看着赖家乐 从一开始 全部都是马大富这个老奸巨华的人玩的把戏 我以为当年他会轻易放过我 是我的天真 他从来没想过要放过我 只是暂时松了线 让我飞了一回 今天他终于可以收网了 我不用问 也知道寄给欧阳峰的那些相片 一定是赖家乐做的手脚 真正背后的大鳄是马大富 但伤得我更重 却是我一直相信的朋友 赖家乐 跟我回去吧 上海没有你的容身之所了 你知道我说的出作得到 你到哪间公司上班 我都能搞得你名誉扫地 你别想着逃离我的手掌心 马大富自信满满地说 今天的他 看起来更比当年富贵 但我却比当年更讨厌他 讨厌到就算我死 也不能让他得到我 我随手拿起一瓶啤酒 往桌角敲碎了 将敲掉半截的玻璃瓶 往脖子插去 一阵鲜血喷出来 我即刻晕了过去 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身边一个人没有 我已死明智 不知道能不能下退马大富 我希望可以 否则我的人生 将永远没有幸福 我希望能够